8月26日,殖民影视演员马俊伟在《尖沙嘴》出席社会节目《统里继续走》的注节会 该节目是由他亲自构思、监制及主持的作品 并且在美国国际电影展纪录片中连获两个奖项 马仔表示,第一次以制作人身份创作的节目就获此佳绩 这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,有信心可以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马仔坦言,自己一毕业,应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社工 可惜由于当时学历没有达标而没有如愿 这也是自己创作这个节目的初衷 很开心多年后终于可以圆了当社工的梦想 学历不够都不代表我将来不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做的 我现在都叫做圆了我当年做社工的一个生源 未来我会做更加多,也都自己有一个非牟利机构 8月已经开始运作了,未来我都会做更加多 关于香港基层和一些药细社群的活动 希望可以为他们出一分力 另外,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马仔 还透露明年毕业后计划攻读中医课程 时下正在和不同的大学进行联系和沟通 又笑指自己虽然对中医方面很有兴趣 但并不等于日后就会开办中医诊所 不过学成后还满乐意为演艺圈和传媒界的朋友做一些议诊的服务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